深夜 男孩口渴起来找牛奶喝 但他丝毫没注意到 妈妈就站在旁边的卧室里盯着他 直到妈妈咳嗽了两声 男孩才发现 接着妈妈说道 眼看妈妈就要发飙 男孩赶紧听话地将牛奶倒在杯子里 然后端着牛奶小心地走到妈妈旁边 问妈妈现在可以喝了吗 你没事 这时男孩发现妈妈的下半身有点不对劲 只见妈妈的脚上沾满了泥巴 男孩问妈妈怎么回事 但妈妈却选择了沉默 男孩不敢继续盘问 只好选择乖乖地回房间睡觉 可就在他路过客厅的时候 突然楼上也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男孩愣住了 妈妈明明就在旁边的卧室 为什么一下子就到了楼上 他慢慢地转过身子 朝旁边的卧室看去 妈妈依然还站在那里 男孩觉得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 可下一秒 这下男孩听得清清楚楚 他再次回头看向卧室 只见妈妈正朝着这边走来 并且还说楼上那个妈妈是假的 男孩还以为妈妈在跟他开玩笑 可紧接着楼上那个妈妈也说话 男孩开始慌了 他分辨不出哪个才是真正的妈妈 眼看都快要急哭了 好在这时妈妈走过来安慰他 就在男孩即将相信的时候 楼上却流下来一大滩牛奶 男孩的小心脏有点接受不了 端牛奶的手不停地抖动 卧室里的妈妈赶紧安慰男孩 说不要害怕 一切都有妈妈在 可男孩还是有点 他觉得楼上那个才是真的妈妈 很快楼上的妈妈便走了下来 这时男孩才意识到是自己错了 刚说完 男孩手中的牛奶瞬间变成了黑色 他被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态 好在妈妈走过来一打搂住男孩给予安慰 这时楼上的妈妈也挨到了男孩更前 还说着和身后妈妈同样的话 男孩瞬间感觉天灵盖都快要裂开了 原来这两个女人都是假的 卧槽 666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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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